哎呦,看看那段路就这样不见了 好,我们这回往下面那边走先看看 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我没调查完 这里 这是那个素食店吗?营业中 啊,果然没错,吃到一份的汉堡套餐 点菜单 夹的什么,又是夹的什么 身后的幽灵,快谈了 假如你身后有个如影随形的幽灵 全世界只有你用肉眼能看到他 其他人都看不到,镜子相机也无法映射或捕捉到他的身影 而他只有在你壁上双眼时才会从背后来到你面前 请问,要怎么证明这个幽灵是不存在的呢? 哦吼,你要怎么证明呢? 刚刚这个不错,我喜欢,好像有人在看我,错觉吗? 刚刚这个不错 比前面那个好多 四个孩子捉迷藏,一个睡着谁也叫不醒 一个躲起来谁也找不到 一个迷路,听见乌鸦咔咔咔叫 趁下个变着鬼,来看影子捉迷藏 怎么回事? 可以不要在这时候荡掉吗? 还是说我们要再走一次? 哎呦,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诶,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错误诶 这边都变成错误了 那如果我们再去前面把切都看过一遍呢? 我记得我在这边看到第一个怪坛嘛,对不对? 诶,诶,开了一条缝了 那时候有开缝吗? 第一柜的门,刚才是关着吧,对啊,我记得是关着了吧 还是快走吧 哦,哎呦,进场了,进场了 有不一样的东西啦 然后我刚看到这边的时候,就先跑掉了 那如果我们离开,再回头 啊,发现新大陆 有一堂污渍 没有,其实我不在意那个污渍 脚是挺的 飲料罐,红的 原本是锁的嘛,对不对 还是上锁 这边没有,没有什么变化 我还是不是很了解他所谓的疯狂的意思 我又不是去接纳他吗 那我们再往下走 哈,果然有变化,在这里 开始有变化了,sit啊 他所有应该就是这一个吧 啊,那边有个小女孩 那我们再往上走 然后再下来呢 一开始是气球,然后再来是小女孩 那接下来会变什么 嗯,小女孩这样傻傻看着我们 啊,刚刚那个人已经在这里了 不告了,输液,啊,找到了 怪谈3 梦中的男人 有一天L在下班回家的公车上睡着了 他做了可怕的梦 梦见了自己看到一个从没见过的陌生男人正在行凶 男人发现L转身冲过来要杀他灭口 就在这时L清醒过来 意识到这只是梦 长输一口气,匆忙下的车 然后刚一下车 他就看到不言说站着一个男人 男人见到L笑着说 你看到我的脸了吧 那个人正是梦中的男人 嗯,这什么故事 让人不舒服 有张报纸,诶,有多东西了,漂亮啦 让我看一下吧,报纸是什么 这是 一年前的报纸 女童失踪,告案破 犯人在抓捕过程中意外身亡 女童之今下落不明 所以小一是 是一年前就 被抓走的吗 是一年前的吗 哦 所以我们要收集五张 才有办法看到真正的东西 真的很细节耶 这游戏 诶,我突然觉得这个游戏 除了就是机车一点 讨厌一点 他真的是很细节的游戏耶 看不清楚楼层 我都把细节藏在那种很奇怪的地方 刀 干了的血 是不贵,卡住了 臭味 先文字 工作方面的通知 无顾矿工名单 人名话都看不清楚 排斑表 然后他说犯人在追捕的时候身亡 通知 如果有些人本身就是那种体受999 然后可以吸引蟑螂老鼠 你不是要把它开除了吗 对不对 遇到那种怎么办 哦 什么声音 现在那边吗 太好了 除了我之后还有其他人在 没有不好 他现在如果在梦里面 看到的话 那个人是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 一下 那好像就是小一耶 oh my god 这个人怎么浑身是血 手上哪是刀吗 快跑 快跑 怎么那么暗 现在顧不了这些 快离开这里 硬来酸哦 打不开 GG 糟了,该怎么办 咯 必须想办法 不能被那个人抓到 没有地方可以藏呢 蛤 他过来了 怎么办 你可以看可不可以藏在柜子里面啊 请君入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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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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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跑到哪里去了呢 啊 嗯 被他是躲起来了吗 有耶,有新的故事啦 来 他出去了吗 他出去了吗 啊 太好了 啊 一点都不好啊 诶 这不是那一个服务员吗 啊,刚才真是谢谢你 要不是你把我拉进柜子 真不知道会变怎么样 那一个 你也是这里的住户吗 黑衣管理员吗 黑衣管理员吗 不 我是来办事情的 这样啊 那你应该也看到了吧 公寓突然变乱七八糟 还有这种莫名其妖的怪事 总之 我们先出去吧 虽然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但待在这里肯定很危险 等一下 光业出去时 再遇到那个人 啊 真是的 偏偏这时候手机还没信号 该怎么办才好 您如果想回去 就请从这扇门离开吧 那个人已经走了 现在这里是安全的 蛤 可是 你怎么知道 回去后请你留在家中不要外出 这样的话 所有事情就会像一场梦一样结束了 虽然结果并不会改变 再对现在的您而言 应该是最好的选择 蛤 蛤 你在说什么 总之请您在我走后尽快离开 我还有一些事情 就先告辞了 等一下 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 刚才不是有个满身是险的人 碰到他怎么办 请放心 您从这里回到家的途中 不会有任何危险 就算你这么说 那这样吧 你要去什么地方我也一起 不行 他刚眼睛突然变红了 失礼了 吃地不宜久留 请在他回来之前离开吧 还有 请您务必等我出门后再离开 可以吗 嗯 嗯 好的 他眼睛变红 脸色变阴沉 还请您多加小心 晚安阿女士 他是应该就是那个怪谈舞黑衣管理员 可是黑衣管理员 为什么没有对他出手呢 他不是说会对他们出手吗 说起来那个参资本能生 为什么会在置物柜里啊 被他进去的时候真的快吓死了 都快这样才捡了一条命 难道他也是看到那个男人才躲在这里呢 或者说他是为了什么目的躲在那里 例如想要圣经的男的或是救你 之类的 这种可能性很多啊 刚才到底什么情况啊 虽然那个人看起来不像坏人 他说现在走不会有危险是真的吗 不过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小心一点看看情况吧 哈哈哈哈 哦吼 他回来了耶 哪里说 这里是公寓走廊 我是什么时候 从那个奇怪地方出来的吗 404 那你在这房间里吗 该不会刚才那些都做梦吧 我太累所以看到幻觉 算了还是先回家吧 他走路是不是变更慢啊 他原本走那么慢吗 嗯 那些真的是梦吗 不管怎么说也太过逼真了吧 可是那种不现实的事情 会是真的吗 诶 我口袋里好像有什么 哦 捡到了钥匙啊 哈哈哈哈 如果是冰冷卖 好疼 虽然从没试过 但是梦里掐自己肯定不会那么疼 你就说这果然 对了小一 他会不会也在里面 这样就危险了 对啊 刚刚走路确实有变得比较慢 虽然可怕 但如果小一还在里面 我就必须找到他 我要骑你眼圈的那些 究竟是不是真的 去吧 然后再见吧 哈哈哈哈 蛤 这里是 跟刚才不一样 这地方果然有什么问题 黑色木质香炉 残留烧香的气味 那这个是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红烧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内部升起 这幅图吗 画着树匹黑马的女性的画 好像是版画 好 虽然人家告诉我们一条安全的路 但我们就偏偏往实力走 哈哈哈哈哈哈 反正这边可以成档吧 好那等一下 我先照着他走看看好了 因为毕竟人家都跟我们讲了 我们如果不照他走 好像有点很不好意思啊 还不能回去 他就是要我们不给他面子 没有头的布 谢谢你 我看到了 然后这是没有手 然后那个是没有脚 那这是什么 大象 头被造出的布偶熊 塑胶带下 震出红黑色的液体 他这边还有乱马是怎样 乱马世界 乱马世界 他好像说一年前游乐场曾经发生什么案件 然后凶险在那个时候死掉了 然后有个小女孩一直找不到 是吧 这跟这个有关吗 我们来了 我们两个要对峙了吗 您要找的人不在这儿 继续徘徊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可以的话我希望您主动离开 您所期望的事情是无法实现的 唉 好吧 既然如此我只能 你在干什么 那个手上有道别靠近他 女士 这里不安全 请你马上离开 可是 可是 哦 必须可以动成这样子 危险 哈哈哈哈 拉了就跑 哈哈 你会不会太勾字了一点啊 你就直接把他拉走欸 累累死了 他应该没追过来吧 这时候这里楼梯又是从哪冒出来的 而且根本不到头啊 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 啊抱歉 是不是我太用力了 不好意思我光顾着跑 你没事吧 没关系 那就好 就是现在该怎么办呢 这下面烟雾缭绕的 会不会是着火啦 还要继续往下走吗 你还没认清现实吗 那是死灰 就是人类残留在死亡之处的污秽 走下去的话 走下去的话 可能 不 应该会死的 诶 你是说这些纸烟是 葬季之类的东西吗 我只在小栓丸 电影看过 原来葬季这个样子吗 慢着也就是说 公里里曾经死过人 我出房时可没听说啊 哦 等出去好 一定要我找证件问得清楚啦 你觉得你还说得去吗 话说 我们不会是遇到鬼了吧 刚才那个人他 他 他的脖子都扭断了吧 真的是人吗 毫无疑问是这样的 尽管现在的他 只能说是 深浅医师的残障 而已